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辽宁沈阳 WLF武林峰 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欢迎大家的光临 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一首歌 叫沈阳啊 沈阳 我的故乡 我都记得其中的歌词 那就是马路上灯火辉煌 大街小巷 人来人往 来到沈阳一看 果然是眼前一亮啊 一个繁华的大都市 另外呢 我们的沈阳 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那在这里要替我们的沈阳 做一个广告 希望我们的广大的电视观众朋友们 多来沈阳看一看啊 在这里一定是收获多多 当然今天我们的比赛啊 也是不容错过 接下来是60公斤级的一场比赛 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 日本自由搏击轻量级的王者 今年26岁 身高1米71 战绩9胜5负1平 一次KO对手 我们掌声有请大佑 打资绩5负1平 同方选手来自咱们辽宁沈阳本土品牌 荣道格斗俱乐部的一位选手 老乡们的掌声在哪里 沈阳荣道格斗和我们武林峰 结合非常紧密的这样一个赛事搏击俱乐部 尤其是在综合格斗方面 有着许多顶尖级的选手 接下来将要出场的这一位选手 是自由搏击和综合格斗一个双膝选手 今年21岁身高1米65 2014年青少年组武术三打锦标赛的冠军 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刘建立 我给你刘建立 马上台本《李锐》比赛现在开始 – Estados –表示 – – Musical.com translated – 边 führen 《老忠 arkadaş,老徽妇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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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 制作稳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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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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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众 大家好 欢迎收看荷兰卫视武林锋 是阳战的比赛 我是蔡霖前兆 生命师评论员关日华老师 大家好 现在由红方的刘建立对上蓝方的大优比赛开始了 这场比赛是中日的对决 所以相当的激烈 对 红方选手刘建立 是一名散打和中和格斗双戏选手 对 而且是地主队的 来自沈阳荣道格斗的选手 荣道格斗呢 就是由韩杰带领的这个俱乐部 他们馆里面大概都MMA跟这个自由席都能打 对 蓝方选手也是在日本雨量级成绩非常好的一名 来自日本的选手 他是日本泰拳馆的选手 所以上海双手都有带必顾 那刘建立之前这种龙宫队这个机场批很重 抽到对手这个受不了被TKO出局了 对 刘建立这名运动员是以爆发力和这个杀伤力很强的低扫著撑的 是 但是呢对方也是以这个腿法擅长的 对 我们可以看到变了变了变了对手 这个是一个不允许的动作 推车是不允许的 大概可以上一步 但是一直推不行 这个我们叫推车 对 可能会危害到对方选手的人身安全 其实刘建立的摔法很多了 因为他是打MMA的嘛 所以有时候会忘了 对 然后开局 我们可以看到刘建立散打标志性的步法的移动很灵活 然后注意啊 他有时候拳法比较不规范 对 对 对手还是通过低扫开路 对 哇 一个加线 一个加线 对 漂亮 刘建立还了一个低扫 对 那大佑在国内跟吴慧强打过 打满三回左右是吴慧强打赢他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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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建立要注意一下 刘建立开始发威了 但是呢拳法就变乱了 对 动作幅度比较大 现在双方在交换倒踢 他的大摆拳在MMA里面很管用 但是打自由搏击 修一下 再细腻一点 对 因为拳套也比MMA的拳套要厚很多 对 哇 双方都在抽这个低腿 都很重的 一开始场面都非常的火爆 对 双方火力全开 根本没有试探 是 再一次 哇 又是一个低扫梯 是 一个接腿玩的低扫 哦 挂到了档布 哦 超越拳 因为刘建立个比较矮 哦 一定要从最后攻击 打得很灵活 打得很灵活 就交叉立体进攻打得很灵活 是 这个蓝方阶手也还能打预仗的 好 好 通常比赛结束了 这边是另一个夹紧摔 大家注意一下 夹紧摔在我们的武林方的规则里面 其实是不允许的 对 属于一个不允许使用的主动摔法 通过阶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练习散打出身的刘建立 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技术动作 把自己的拳腿结合打得很流畅 一个大摆拳 还有一个地坎踢 对 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现在进行到第二回合 可能观众朋友就比较不清楚 我们的这个比赛的运作 在赛前通常是要有很多外方运动员要到这边来 就接机的工作最近很累了 一次可能要接这个几十个人 然后还要接完这个打完比赛之后 清空硬还要送机 送机也是很累的事情 对 而且要面对经常变化的这个航班信息 是 所以刚刚这本经纪员就问我们关老师 这个明天的这个送机的一个事情 对 我们也是努力的做好这些配套的工作 希望给拳手提供一个更好的 更能发挥自己实力的比赛的平台 因为不是光打比赛 很多细节都是照顾到的 包括选手有时候签证出问题 我们都想办法帮他解决 帮他奔走 现在我们再回到场上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局比赛 日本选手大佑加强了自己进攻的力度 对 双方的腿法 其实力度是都 都差不多的 他现在就拼拳法了 OK啊 OK 有 一个洞洞 哇 转前 我在对方其实抗击打能力蛮够的 你加一个 你加一个 刘建立打得非常机器 是 而且刘建立因为 从我格斗打得比较多了嘛 然后他的重心是很稳的 你要摔他摔不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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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从刘建立的身形看起来不像60公斤的 对 因为MMA选手一般情况下降重都是很疯狂的 降得很凶 对 降到7公斤 8公斤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 因为打自由搏击啊 对手不会压在你身上 但是打这个中午格斗啊 你对手要压到你身上 或是你要压到对手身上 所以很降 很注意这个体重的回弹 对 体重对选手的实力的发挥更加重要 对 好 很漂亮的一组交叉进攻 我们看到刘建立准备的还是很充分 比赛进入到第二局的下半阶段 但是刘建立的体能还是很充沛 这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是 打中了格斗 打准了 好 用扣摆拳 换对手的地坎蒂 划不划算呢 双方的输出真的是非常的频繁 而且是举不停的 对 日本选手捕捉到了刘建立这个体能下降这个阶段 然后开始疯狂的输出 是 但是刘建立也没有停 继续还手 对 打击效果并不好 日本选手都打击 对 打击效果并不好 再来一次 连续的一个转身白拳 采判员告诉刘建立 不要主动的转身 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动作 可是他转身后白拳 不转身也没办法 对 这是一个了难的选择 是 又一个摔法 还是情不自禁 使用了一个加镜摔 要被警告了 被采判员很严肃地警告了 对 第二局马上要结束了 林韦君打到 有点缺氧 没有意识的 这个反射动作 对 宝贝 这位日本的大佑看起来比较瘦 但是呢其实还蛮精打的 对日本选手的这个顽强是很很著名的 现在比赛进行到了第三局 那么的刘建毅看起来肉很多 但是呢也没非常灵活 打了速度都很快 两个百拳击中了 我们刘建毅充分发挥他的一个体型的优势 把他力量都打出来了 日本选手的进攻非常主动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是有点势均力敌 对但是刘建毅的防守也非常好 然后没有留给日本选手太多的机会 刘建毅主要在于他的组合 组合非常多 攻势非常的连续 现在刘建毅非常非常信赖自己的转身摆拳 现在已经第三次使用自己的转身摆拳了 但是刘建毅的手有掉下来注意一下 捞到对方的腿 第三局 同时被踢当了 一分二十五秒 同方选手被踢当了 他被踢当的同时捞到对方腿摔了对方一架 比赛还有一分二十秒 看起来是蓝方日本的大佑 他的体能是比较好一点 对 也在第三局的比赛中非常主动 一直在采取一个前压的态势 但是刘建毅的偶尔的反击也非常犀利 一个后手 一个前摆 那裁判打分裁判也密切地观察双方命中的情况 又是一个转身摆拳没有打到 大佑非常着急 这会前压的态势非常非常清楚 到第三会合会开始出现这个刘建毅的手 但是刘建毅动作太大的缺点 他会耗损体能 只能消耗非常明显 联系被警告了 对只能做一次撞膝 时间不多了 刘建毅要赶快把所剩的体力赶快把它用出来 还有十五秒钟 一个气壮 是 接踩后的气壮是非常罕见的一个组合 飞出去了 待会要看打分了 最后十秒钟的比赛 这场非常激烈的终日对抗 到底谁能够胜出呢 拼尽自己的最后一丝力气 赛结束了 让我们共同等待裁判员的判法 现在商务比赛结果 1号裁判 30比27 2号裁判 3号裁判 30比27 3号裁判 30比27 比赛结果 红放射 1号裁判 让市民一直支持我 谢谢 必须支持 这次比赛对手非常强 我听教练一切安排 教练说的我一切听指挥 不管打的啥样 谢谢教练 谢谢团队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辽宁沈阳 WLF武林峰 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接下来是一场71公斤级的比赛 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 在泰拳界 世界的泰拳界是大名鼎鼎 2012年就拿了泰拳 两个大型组织的世界排名第一 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练 这位选手今年24岁 身高1米75 战绩7胜2负 两次KO对手 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俄罗斯的 古林 新浪漫 新浪漫 吃剧组 像是摊上事了 但是这两年来 这位选手就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挑战的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 我们掌声有请中国浪子宋少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场上裁判赵岩比赛 现在开始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辽宁沈阳 WiRF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好 接下来是一场70公斤级的超级战 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 WBK 跆拳道的世界冠军 今年32岁 身高1米73 战绩呢 58胜 31负一平 35次KO对手 KO率相当之高 我们掌声有请来自巴西的 WiRF武林峰环球 ели帐場 哥们无法跟您的修矢 同方选手来自沈阳荣道格斗 老乡要登场了 已经不是第一次走上武林峰的擂台 在曾经的表现当中 我们完全能够看得出 他对于搏击这项运动的热爱 以及天分 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刘贵草 我的世界充满着 未知变幻的流程 我不怕风和雨 期待笑和痛 谁的身体 Finding on the world corner Win the end of the game 180cm tall I'm spelling it 1cm line 20 years old Away 760 Till kick off Front China I give you Liu Gui Shot 我们防护关系车 别再冷 我的心里的梦 我们可爱 场上裁判李绍宗 比赛现在开始 不要手 不要胸膛 我们只得到手 不要扶椅子 不要扶椅子 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我们可以看到比赛一开始迅速进入了火热的状态 对 由地主的融到格斗的刘贵成 对上的来自泰国泰克俱乐部的铁头哥 这个维克多 很有个性的绰号 是 为什么叫铁头哥呢 他除了在泰国打蝉麻赛之外呢 也打缅甸拳 头锤啊 跟对方拼头锤 太恐怖了 对 心理素质非常过硬 然后抗击打非常好的一名选手 对 而且他打蝉麻是仰赖他的拳法来KO对手 对 刘贵成是一名98年的新人 然后巴西的维克托是一位86年的老将 两个人差了整整一轮 12岁 对 那刘贵成是MMA跟自由不移双七的选手 他的转身后摆批后 转身的后摆批都相当不错 对 出声牛肚不怕虎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轮拳法的对攻当中 刘贵成是站了上方 是 那维克托上一场比赛对上蒙国东 被蒙国东揍了一顿 但是蒙国东好像赛后也说是对手很难打 对 很顽强的一位选手 习惯于后撑发力 对 那蒙国东 听见了多场优异的表现呢 拿到中日对抗赛的名票 他即将在中日对抗赛对上左右田泰城 号称日本65公斤级最有实力的选手之一 对 然后也是经验非常丰富 成绩非常好的一名日本选手 我们也非常期待这场比赛 对 我们现在回到场上 好 转身的腿法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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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拳法 互控互顶 虽然头部遭受到了打击 但是维克托还是毫不畏惧的和刘贵成展开了对攻 对的 因为他知道他有铁头弓啊 他打那场缅甸拳拿了出场费1500美金 这个钱不好赚了 最后他还拿了一个金轴奖 他轴很厉害拿了500美金的一个奖金 然后一名很有故事的选手 是 他也跟这个扇猜打过缠码 打65公斤级的 当然是扇猜赢的 对 应该是常年在泰国老虎拳馆训练的一名巴西选手 对 他也输给孙梅强 因为他的手被孙梅强给踢伤了 很漂亮的肌辅 是 他现在蓝方的教练 Eddie叫他用踢的 不要跟刘贵诚换拳 这个蓝方的教练员口令非常清楚 要求蓝方选手去踢红防选手的膝盖 对 因为我们的刘贵诚的拳其实是比较好的 刘贵诚上场比赛对上雅力克斯很可惜 三回合先为点数 2829输了一个比赛 但是他的一个转身后拳踢 就是踢得非常漂亮 对 第一局比赛结束了 各位观众 打开手机 淘宝搜索50峰 参与进餐 猜中就有封口的奖品 还有机会 清空购物车 越往中选口 越过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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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進行到第二回合 那維克托在泰國打纏麻是靠他的拳法來KO對手 但是這場比賽他發現 對 感覺到宋少修的後高掃在蠢蠢欲動 對 雙方第三回合的比賽 又撞到頭了 雙少修還是很依賴自己的組合拳的進攻 南方選手剛一個高難度的動作但是又落空了 對 苦林羅曼已經漸漸展示出了他從李小龍那學到的東西 對 不斷地在做各種高難度的動作 是 換架 這個跟李小龍的結圈道的這個精神恰恰是違背的 用直線的距離去擊倒對手 是 這應該他好好學一學 對 我們可以看到宋少修展開了一輪非常有效果的進攻 而且這個威力越來越大 推完就高掃 沒有 對 對 距離沒掌握好 對 想依靠自己的後手去終結比賽 由於對手連續遭到了宋少修的重擊 現在已經不能組織起來有效的反擊了 好 威力 目前宋少修的威力相當的強 目前宋少修的威力相當的強 肝達 我們也能看到古林羅曼的教練也很無奈現在 再拼命的再給隊員加油 但是藍方要做最後的一個抵抗 困獸之鬥 效果 藍方開始有點晃了 看到藍方的緩急也非常的軟弱無力 對 藍方選手雖然體能消耗的很嚴重 但是還是在拼命組織自己的反擊 作為一個運動員 這是應該有的精神 不到最後一刻始終不要放棄 永遠相信下一拳我能擊倒對手 其實藍方從野路子能夠練到這樣已經相當不錯了 對 這是每一個優秀運動員成長必須要經歷的一個過程 好 宋少秋的後球直拳 宋少秋可以看到非常急迫的想把對手帶走 每一拳每一腿都是朝對手對手的頭部 頭部發動進攻 現在宋少秋的吸法是從外面鑽進來的 宋少秋的吸法是想鑽過對方的爆架 現在宋少秋的吸法是想鑽過對方的爆架 現在宋少秋的吸法是想鑽過對方的爆架 好 都從外面進來就相當不容易 最後十秒鐘 這場比賽宋少秋 佔的比較大的優勢 對 雙方選手展開了對攻 俄羅斯選手還是始終不願意放棄 中場比賽的鈴聲響起 我們等待裁判的判發結果 現在宣布比賽結果 1號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八 二號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八 三號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八 比賽結果 紅方勝 來吧吧吧 這場比賽一開始會有一點緊張吧 因為今年前面兩場吧 出國的比賽都已經輸了 都是靠自己的沒有感覺 感覺下降 然後輸了兩場比賽 然後這段時間一直在加強這種感覺 然後天天在訓練 兩人在磨練啊之類的 一直在磨 然後 我要把我去年的那種 下半年的那種感覺找出來 全腿進攻一直不停 我要 嘗嘗還要興奮成我的浪子說號 WYY投擊世界盃 八月四日熬戰繼續 下半區八位勇士首度亮相 小組賽首戰不容勇士 成績四凡 搭戰八阿斯克洛夫 領先C組全歐班 出現形式最為複雜 炸藥陽卓領先D組火藥庫 面對兩位北方戰神 能否強勢突破 誰能齊開得勝 把握出現心機 八月四日 浮擊世界盃 精彩繼續 而且對頭部的轉身後燈 終於完全破了鐵樓空了 全把壓制了兩局 兩局多 然後靠一個驚艷的轉身後燈 終結了比賽 來自瀋陽 融到格鬥的劉歸城 在他們家鄉的父老人面前 用太漂亮的 對頭部的上端的轉身後燈 破解了 現在勝負比賽結果 比賽進行到第三局 1分28秒 紅方KO對手 比賽進行到紅方上 祝賀劉歸城 感謝魏特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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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努力 很渴望勝利這場比賽 但是感覺還是有打得很多不足 第一局第二局打得有點緊 第三局稍微放開了一點 但是這次很謝謝 沙陽的父老鄉親們 這麼支持我 這麼鼓勵我 我希望下次給大家帶來更新最大的比賽 謝謝大家 好 國際世界盃精彩繼續 觀眾朋友們 這裡是遼寧瀋陽 WLF武林峰 環球拳王爭霸賽的比賽現場 好 接下來是一場67公斤級的比賽 即將登場的藍方選手 今年32歲 身高1米74 戰績98勝42負 17次KO對手 身經百戰的一位選手 掌聲有請來自泰國的提拉菜 鴻芳首次登上武林峰的擂台 雖然年齡不大 卻是一位不得人 洪芳首次登上武林峰的擂台 雖然年齡不大 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泰拳老将 早在2010年的时候 就入选了中国泰拳的国家队 而且在2016年 WMC I-1世界泰拳金腰带赛当中 夺得了冠军 连续两年全国泰拳的冠军 我们掌声有请中国谢韦 台湾的冠冠军 为了巴 去飞越它 穿开翅膀飞向前返西的光光 为了巴 去飞越它 心中的冤军 175CM 首章的冠军 第一次比賽 DESON 16 WFC 167球勝利 我給你 CY1 場上裁判李瑞 比賽現在開始 CY2 SK CY2 B DESON 16 WFC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荷蘭威士武林鋒 沈陽戰的比賽我是蔡黎咸 叫身邊的是評論員關岳華老師 大家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荷蘭威士武林鋒 你刚开始双方就用摔法 其实谢伟通常在国外打跆拳赛 他很喜欢用他的摔法摔别人 结果今天先被我们迪迦才给摔了 那这是两位啊 中国跟泰国泰拳好手的对决 但是在武林峰自由搏击的擂台上对决 对主要看一下双方选手对规则的适应程度 那谢伟其实力量非常大 常年在国外打这个泰拳赛 他刚才差点要用肘 对 也是一名非常有梦想的选手 为了追逐自己的泰拳梦想 在泰国比赛学习 然后呢 我们的提亚猜 为了追求他的一个收入 所以到中国场年的比赛 打过我们的至少有九位中方选手 栽在提亚猜的拳下 很重啊 是 双方都是力拼的 每一下竭尽全力 其实看到这个老将提亚猜啊 虽然平常没在做力量训练 但是还能顶得住这个我们谢伟的神力 对 越打状态越好 是 也是有了更多这样的交流 然后我们的中国武术才能有更多更快的进步 躲掉了谢伟的攻势 哦 这个神力真的是 哎 糟糕 重拳 后手的重拳 对 在过去谢伟的头部防御是比较差的 那打太拳赛 几乎他每一场脸部都挂踩 对 我们可以 有肘 他每次都中了对方的肘 我们可以看到谢伟做完进攻动作以后 他的选择是停留在原地 而不是说拉开距离 或者是选择更好的位置 去停留在原地硬扛对手的进攻 对 跟提亚猜要用这个力量来压制提亚猜 是有点困难的 很多中方选手都用过了 目前就韩文豹用力量压这个提亚猜有压过 还有陆建波 对 我们可以看到 看到提拉猜的战术也很简单 我用后手 后手塞进去以后 主要靠我的后腿去杀伤你 是 那我们的提拉猜的他的一个弱点 就是在他的肋骨 还有在他前脚的这个膝盖 就是韧带的部分 顶到当了 对 挂到了护道 我们看到提拉猜很聪明 在面对谢伟的进攻时提拉猜选择了拉开空间 对 经验老道 好 很漂亮的摇闪 但是 差点叼了他一下了 自己的反击没有组织好 谢伟在第一回合 其实他用了非常多的力量去打 但是没有找到好的效果 对 在很努力的找距离 在适应规则 是 那目前在他这个助手 是这个他叫新的教练 这个张乐震 好久不见了 还有谢蕾也在他旁边 没有沉连 好久不见了 是这个正确的办法 对 这是第二回合 双方还是硬硬硬 对 谢伟展现出了自己頑强的斗志 但是提拉猜也不服老 也是重拳硬拼 双方都在打迎击 随时都可能有一位会倒下 太凶险那场比赛了 其实谢维有点用肘的嫌疑要注意 可能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对 习惯 对 各位观众眼睛要长大一点了 随时可能结束比赛 一个飞溪 被警告一次了 因为习惯打泰拳赛没有调整过来 这个很危险的一个转身动作 是差点后脑被打到 对 后手塞空以后习惯性的做了一个转身边拳的动作 好 一个西装 还了一个西装 提拉猜选择用自己的前腿换谢维的后手 而且都是互打迎击啊 直接换啊 看起来谢维的体能还不错 那我们提拉猜上一场比赛是在南洋战队上孟庆浩 那孟庆浩的接腿塞引起提拉猜的不服气 好 很危险的一个高造梯 对 最后孟庆浩是因为被压点嘛 摟抱压点 输给提拉猜 对 孟庆浩是一名散打戏出身的选手 是 那现在泰拳选手对泰拳选手还是会有摟抱的问题 刚刚我们的谢维就被警告一次了 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谢维和这个提拉猜 彼此打的也不是很适应 是 选手的胶带开了 我们场才处理一下 避免出现划伤的情况 对 以前如果是绳子的话更容易划伤 快处的银 bill 银 humanos 哎呦 躲得很漂亮 又躲掉了 真的是真的是硬碰硬啊 还完全不退的 谢维一直在拼自己的后手 我遇到这种比赛真的很难打 本然谢维想做年轻力医师 但是对方也不服 也觉得跟你硬来 其实谢伟这种比赛都是每一场都打得很辛苦 对 第二局还有五秒钟 接腿 哦 被摔得很重 我们可以看到谢伟还是在努力的适应着这个规则 然后尽量避免出现过多的残暴 尽量用自己的后手取得更好的打击效果 好 第三回合 那看看谢伟除了这个力量大之外呢 能不能找到一些精确的打击 哦 连续三个后手 对 我们看到谢伟已经出现了这个腿软的情况 是 提拉猜这个非常漂亮的防守反击 连续给了谢伟好几拳 其实谢伟就是硬打 他也没有什么防守反击 两位重拳手在交换活力 对 很恐怖 那提拉猜对于自己的这个头部的抗击挡能力 其实是蛮有自信的 所以他跟多位的中方好手 都是一拼一换的 对 很难想象并不强壮的身体 可以爆发出来这么大的力量 对 不要进 走 裁判员 要被警告第二次了 对 裁判员第二次警告了 再第三次就会被扣分了 转身之扣对方啊 跑啊 我们可以感受到谢伟这个彭博的斗志 是 那今天谢伟这个连招 接转身后摆拳的连招都没有中 哦 一个后手很漂亮 但是他需要更多的这样的击中 是 刚刚你的你的体压拆也用小臂 哦 转身后摆拳打到了 对 能不能像这个攻击力一样的最后的舞蹈 一个转身后摆拳 对 看来这个转身后摆拳是谢伟非常非常擅长的一个动作 是 这个距离做转身后摆很危险 因为距离是不够的 因为距离是不够的 用得太多了 你的手臂不可能完全打开 是 有时候会把这个肩膀的肌肉给拉伤 走 这些时间不够了 去赶快把剩下的体力给用完吧 对 我们可以听到他的教练 张德正也非常着急 对 推了没动作 太可惜了 推了就要补伤动作 对 应该咨询一下跑光滑 是 那高扫就立刻接上去了 所以说对规则的解读和理解 这是做运动员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很罕见的一个后手上钩 是 好 上钩 有 漂亮 效果不错 但是他没有出现打击效果 对 但是 铁牙猜好硬啊 后续的动作没有接上 是 而且铁牙猜也都硬扛 哦 两位硬汉 是 两位硬汉 是 两位硬汉 一个是年轻 铁牙猜 也是老硬汉 对 一场精彩的比赛 他的技术再加成一下 再细腻一下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1号裁判 27 比30 比30 2号裁判 27 比30 3号裁判 27 比30 比赛结果 来 欢迎胜 鼓勵 2号裁判 3号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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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裁判 1号裁判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呦 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 来 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 天山巨炮 努尔拉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要 场上裁判 李锐 比赛现在开始 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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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好吗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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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周海格兰卫视武林峰 沈阳战的比赛 我是蔡德杰 在我身边的是评论员关岳华老师 大家好 赛由红方的诺拉对上蓝方的罗根 艾尔索比赛已经开始了 对 罗根对于中国选手来说是很恐怖的一个存在 在中国的擂台上是战无不胜 而且很可怕的是全部几乎以KO或者TKO的方式结束比赛 对 在他自己的个人的宣传片里面 这个苦命的主角充满了中方的选手 包括努文拉 王安寅 伯夫凡 陈亚维 麻药等等等等 还有刘大成待会要上场结诗 对 这场比赛对于双方选手来说是二番战 对 那我们这个罗根看起来是非常狂傲 但是呢他这个小子做事很踏实 他1到5啊上班是一个厨师煮菜给小孩子吃 他存钱买房子 他说再两个月就可以买的就存到钱了 对 很有爱心的一个选手 同样的在职业比赛的擂台上战绩是非常显赫的 包括在美国的市值战干掉了一个非常著名的选手 对 通常这个罗根打比赛都是鸡飞狗跳的 很喜欢跳来跳去摔来摔去的 非常的火爆 对 我们可以看到 努尔拉是罗根登陆中国以后的第一个对手 也是唯一一个给罗根造成了独秒的中国选手 而且努尔拉也把这个罗根弄下擂台 对 因为罗根那个飞翅冲出去 努尔拉一闪 罗根都自己带到擂台下面了 对 我们也很期待二番战双方能带给观众怎样的精彩 对 但那场比赛我们的是罗根高扫踢强突的努尔拉 努尔拉有表示被踢到后脑 其实那也不是那个脚掌很自然就甩到后脑去了 对 罗根的脚实在是太大了 太大了 脚也大 是 又飞翅 飞翅 很恐怖的飞翅 要是刚刚努尔拉躲过的话 整个罗根就掉到我们这边来了 在上一场比赛就是罗根躲过 努尔拉躲过 然后努尔拉躲过 然后罗根就整个掉到擂台下面 对 罗根从擂台上直接飞了出去 是 我们看到开局努尔拉还是用自己的拳法 想依靠自己的拳法去打开局面 对 但是罗根的应对也很沉着 然后我们就是搞好我的防守 用低扫踢和飞翅来重创你 罗根的这个低扫很重 对 我们可以看到努尔拉在努力地打交叉 后手在击辅前手去打头 罗根平常的体重是82公斤 那这一次因为签证问题 所以他就是飞机也赶了很多航班 在比赛前一晚才这个半夜到了酒店 对 这个应该会对他的这个体能造成一定的影响 是 因为第一次降中 那饿了一天 结果那个这个趁体重的时候还是没过 那半夜跑去桑拿那边蒸了下来 那这体重达到一个标准 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罗根应该是对努尔拉做了充分的准备 是 因为这个罗根并不习惯在比赛中频繁的使用低扫 对 但是为了避开努尔拉拳法的威胁 罗根在第一局使用了非常非常多的后腿的低扫 是 那努尔拉最近都是在这个新疆新疆训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努尔拉先开拳 一个前手刺拳 对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努尔拉还在贯彻自己第一局的战术 用拳法去打开局面 对 但是要小心我们的罗根的低肯跟飞锡 哇 罗根开始打拳了 罗根的鞋上钩很有威胁 对 这个干打在英文叫leave a shot 对于肝脏的一个射击leave a shot 其实罗根那么高去挤腹 有点有点怪怪的 不需要蹲下来打 努尔拉还了一个挤腹 连续好几拳 一个漂亮的图和 这场比赛努尔拉陷入苦战了 因为罗根打拳非常的狠 一个超人拳 过去努尔拉比较少用超人拳出来 对 很突然的一个动作 那在荷兰其实有两大的一个很擅长打比赛的民族 一个是这个移民 是苏利兰的移民 一个是摩洛根的移民 那我们的罗根是属于这个苏利兰的移民 对 因为荷兰这个海上马车呼的大名大家都知道 哇 一个后手打到了 我们看到场台已经警告了一次 努尔拉不要故意的去搂抱对手 对 这个由于体能的下降 体能的下降 努尔拉移动的能力在下降 我们希望努尔拉能调整好自己的战术 那该这个努尔拉用前手的刺拳 一边刺拳一边转角度 但是没有用 对 因为双方的臂展还是差距很多 从我们的资料上来看 努尔拉的臂展只有1米76 罗根的臂展足足有1米96 差20厘米 而且努尔拉的次拳是没有威力的 但是在过去 罗根的次拳呢 曾经就一拳把努尔拉给打飞了 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我们看到努尔拉越来越多的时间 待在角落里 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区域 你从肌肉的维度也知道 是你的罗根是比较精实一点的 从整场三局的比赛来看 现在努尔拉进入了一个最危险的阶段 因为他的体能已经开始下降了 我们希望他能坚持住 他能打出自己的特点 带给我们精神 有点辛苦 罗根很敏锐 罗根捕捉到了 努尔拉体能下降的信号 他在疯狂的发动进攻 场台提醒他 不允许哭镜撞袭 一次摟抱只允许一次撞袭 罗根捕捉动撞了 到时角落 罗根的干打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对 而且 罗根对于罗根的吸法是 非常重 非常重的干打 这个一个是叉气 一个是巨大的疼痛 让他站不起来 对 这个巨大的打击会造成肌肉的惊乱 对 这个会被挤压 整个一个神力传统会产生一个巨大的痛苦 对 实际上身体关机 我们没有想到 以飞锡著称的罗根 会用一个干打 终结了自己的对手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 两分42秒 篮方KO对手 比赛结果 篮方上 对手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 对手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 他是很困難的,很困難的,很困難的,但是我打了他的身體撞 谁能棋开得胜 把握出现心机 8月4日 国际世界杯 精彩继续